朋友们,2024年1月17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 民宿记35章、36章 启示录11章、12章 真言第7章、第8章 传道书第1章、第2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民宿记35章 耶和华在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的摩崖平原 吩咐摩西索 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索德维业的地中 把一些城给立位人居住 也要把这些城市围的郊野给立位人 这些城镇要归他们居住 郊外可以给他们牧放牛羊 牲畜和所有的动物 你们给立位人城的郊外 要从城墙梁起 市围往外梁一千走 你们要往东梁二千走 往南梁二千走 往西梁二千走 往北梁二千走为边界 以城为中心 这城镇的郊外要归给他们 你们给立位人的城镇中 要设立六座陶城 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 所以给立位人的城 一共有四十八座 连同城的郊外都给他们 从以色列人所得的产业中 给立位人的这些城镇 多的要多给 少的要少给 各支派要按照所承受为业之地的 多少把城镇给立位人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不要吩咐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 进入迦兰地 要指定几座城 作为你们的逃城 使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 要作为逃避报仇者的城 使误杀人的 不至于死 等他站在会众面前 受审判 你们指定的城 是要做你们的六座逃城 约旦河东指定三座 迦兰地也指定三座 作为逃城 这六座城 要给以色列人 和他们中间的外人 以及寄居者 作为逃城 让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倘若人用铁器打死人 他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必处使 若用手中可以致命的石头 打死人 他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备处使 若用手中可以致命的木器 打死人 他是故意杀人的 故意杀人的必备处使 暴雪仇者 可以亲自杀死那故意杀人的 他一找到凶手 就可以杀死他 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 或埋伏等着丢东西砸人 以至于死 或因仇恨用手打死人 打人的必备处使 他是故意杀人的 暴雪仇者 一遇见凶手 就可以杀死他 人若不是出于仇恨 把人推倒 或不是埋伏等着丢东西砸人 或是在不注意的时候 用可以致命的石头 人在人身上 以至于死 彼此没有仇恨 也无意害对方 会众就要照着这些典章 在杀人者和暴雪仇者中间审判 会众要就这误杀人的 脱离暴雪仇者的手 送他回到他城逃入的逃城那里 他要住在城中 直到受甚高的大祭司去世 但误杀人的 无论什么时候 若离开了他所逃入的城镇边界 暴雪仇者 在逃城边界外 遇见他把凶手杀了 暴雪仇者 就没有流人血之罪 因为误杀人的 应该住在逃城里 直到大祭司去世 大祭司去世以后 误杀人的 才可以回到 他所得为业之地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这些都要作为 你们世世代代的 律例典章 无论谁杀了人 必须凭几个证人的口 才可把那 故意杀人的处死 只凭一个证人 不足以判人死 那犯死罪的杀人犯 你们不可收暑假 来代替他的命 他必须被处死 那逃到逃城的人 你们不可向他收暑假 使他在大祭司 为死以先 回本地居住 这样你们就不会 污秽所住之地 因为雪能使地污秽 若雪留在地上 除非留那杀人者的雪 否则那地就不得洁净 你们不可玷污 所住之地 就是我住在当中的地 因为我 耶和华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民述记36章 约瑟子孙的宗族 马拉西的孙子 马基的儿子 基列 他父系宗族的领袖 来到摩西 和做领袖的以色列 众父系家长面前 说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 抽签 分地 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遵照 耶和华的吩咐 把我们兄弟 希罗非哈的产业 给他的女儿 他们若嫁给以色列 别个支派的人 必拿走我们 祖宗所遗留的产业 加在他们丈夫 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 我们抽签 所得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洗年 他们的产业 就必加在 他们丈夫 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我们 祖宗支派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摩西 照耶和华的指示 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瑟子孙 支派的人 说得有你 关于希罗非哈的女儿们 这是耶和华 吩咐的话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必须嫁给童宗 他们父亲支派的人 这样 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会从这支派 转到另一个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 要各自守住 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 得了产业的女儿 必须嫁给童宗 他们父亲支派的人 好使以色列人 各自承受 他们祖宗的产业 产业不可从一个支派 转到另一个支派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 要各自守住 自己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 摩西 希罗非哈的女儿 就照样做 希罗非哈的女儿 马拉 德萨 葛拉 密加 罗阿 都嫁给他们苏伯的儿子 他们嫁给了 约瑟儿子 马拉西 子孙中族的人 他们的产业 保留在同中 他们父亲的支派中 这是 耶和华在 约旦河边 耶利哥 对面的摩亚平原 借着摩西 吩咐 以色列人的 命令和典章 接下来是 启示录 第十一章 有一根 芦苇 像藏梁的藏 赐给我 却有话说 起来 将神的殿和祭坛 以及在殿中 礼拜的人 都量一量 只是殿外的院子 不用量 因为这是 要给外邦人的 他们将践踏 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赐权柄 给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粗麻衣 说预言 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 站在世界之主 面前的两棵 橄榄树 和两个灯台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 喷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 有权柄 关闭天空 使他们说预言的日子 不下雨 又有权柄 使水变为雪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害 击打大地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 上来的兽 要跟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 将倒在大城的街道上 这城按着灵异 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 丁十字架的地方 从各民族 支派 语言 邦国中 有人观看 他们的尸首 三天半 又不许人 把尸首 安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 会因他们而 欢喜快乐 互相窥送礼物 因为这两位先知 曾死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命的气息 从神那里 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都大大惧怕 两位先知 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 对他们说 上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云 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 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城镇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 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过去了 看了 第三样灾祸 快到了 第七位天使 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已成了我们的主 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 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都俯伏在地上 敬拜神 说 今在西在的主 全能的神啊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外邦发露 你的愤怒 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 也到了 你的仆人 众先知 众圣徒 及敬畏 你名的人 年大代小 得赏赐的时候 到了 你毁灭那些毁灭 大地者的时候 也到了 于是 神 天上的圣所 开了 在他圣所中 他的约柜出现了 随后 有闪电 响声 雷轰 地震 大冰雹 启示录十二章 天上出现了一个大灶头 有一个富人 身披太阳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颗星的冠冕 他怀了运 在生产的阵痛中 疼痛地喊叫 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灶头 有一条大红龙 有七个头 十个脚 七个头上 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 托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把他们摔在地上 然后龙 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富人面前 等他生产后 要吞吃他的孩子 富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 和他宝座那里去 富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 使他在那里被供养 一千二百六十天 天上发生了征战 米加勒同他的死者与龙作战 龙同他的死者也起来应战 他们都打败了 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死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个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那条龙 是因羔羊的血 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 虽然至于死 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 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和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 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迫害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吃给妇人 让他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受供养 一载 二载 半载 蛇在妇人背后 从口中喷出水来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走 地却帮助了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 喷出来的水 于是龙向妇人发露 去与他起遇的儿女作战 就是与那些遵守神命令 为耶稣做见证的 那时候站在海边沙滩上 接下来是真言第七章 我儿儿要遵守我的言语 存寄我的命令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 谨守我的教诲 好像保护眼中的同仁 要记在你指头上 刻在你心板上 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姊妹 称呼聪明为亲人 她就保护你 远离陌生女子 远离油嘴滑舌的外邦女子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 透过窗格子往外观看 看见在渔蒙人中 注意到孩儿中 有一个无知的青年 从街上经过 靠近他的巷口 直往他家的路去 在黄昏 在傍晚 在半夜 黑暗之中 看哪 有一个女子来迎接她 是妓女的打扮 有诡诈的心思 她喧嚷 不守约束 她的脚在家里留不住 有时在街市 有时在广场 或在各巷口等候 她拉住那青年我吻她 厚着脸皮对她说 我已献了平安计 今日我还了所许的愿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渴望见你的面 我总算找到你了 我已在床上铺好被单 是埃及麻枝的花纹布 又用墨药 沉香 桂皮 熏了我的床 你来 让我们饱享爱情 直到早晨 让我们彼此 亲爱欢乐 因为我丈夫 不在家 出门远行 她手带前朗 要到月圆 才回家 这女子 用许多 巧言 引诱她 用残媚的嘴唇 吹逼她 青年 立刻跟随她 好像牛 去被宰杀 又像愚望人 带着脚料 去受刑 直到剑穿进她的肝 如同雀鸟 急头罗网 却不知 会赔上自己的生命 孩子们 现在要听从我 要留心听 我口中的言语 你的心 不可偏向她的道 不要误入 她的迷途 因为她击倒许多人 无数的人 被她杀戮 她的家 是在阴间之路 下到死亡之宫 真言第八章 智慧岂不呼唤 聪明岂不扬生 她站立在十字路口 在道路旁 高处的顶上 在城门旁 城门口 入口处 她呼喊 人啊 我呼唤你们 我向世人扬生 愚蒙人啊 你们要学习灵巧 愚昧人啊 你们的心要明辨 你们当听 因我要说尊贵的事 我要张开嘴唇 讲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唇 证物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并无奸诈和歪曲 聪明人看为正确 有知识的都以为正直 你们当领受我的训毁 胜过领受银子 另得知识 强如得上选的金子 因为智慧比宝石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 与其比较 我智慧以灵巧为居所 又寻得知识和自谋 敬畏耶和华 就是恨物邪恶 我恨物骄傲 狂妄 恶道和乖谬的口 我有策略和健全的知识 我聪明又有能力 君王借我治国 王子借我定公平 王公贵族 所有公义的审判官 都借我掌权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见 财富和尊荣在我 很久的财宝和繁荣 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金子 强如纯金 我的出产超乎上选的银子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上行 使爱我的承受财产 充满他们的库房 耶和华在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仙 就有了我 从根谷 从太初 未有大地以前 我已被溺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出生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仙 我已出生 那时 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头一戳成土 他溺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画出圆圈 上时苍穹坚硬 下时渊泉稳固 为沧海定出范围 使水不越过界限 奠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旁边为工程师 天天充满喜乐 时时在他面前欢笑 在他的全地欢笑 喜爱住在人世间 孩子们 现在要听从我 谨守我道的有福了 要听讯会的智慧 不可弃绝 听从我 天天在我门口守望 在我门框旁 等候的 那人有福了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他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害了自己的生命 凡恨恶我的 喜爱死亡 接下来是传道书 第一章 在耶和华作王 大卫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全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太阳上升 太阳落下 极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 又向北转 不停旋转 绕回原路 江河都往海里流 海却不满 江河从河处流 仍归回河处 万事令人厌倦 人不能说近 眼看看不饱 耳听听不足 已有的是后必再有 已行的是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有一件事 人指着说 看这是新的 它在我们以前的世代 早已有了 已过的是无人纪念 将来的是 后来的人也不纪念 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 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用智慧专心探寻 考察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 神给世人 何等沉重的担子 使他们在其中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 所发生的一切事 看那全是虚空 全是不风 弯曲的不能辨直 缺乏的不计其数 我心里说 看那 我大有智慧 胜过在我以前 所有统治耶路撒冷的人 我的心 也多经历 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专心想要明白智慧 想要明白狂妄与愚昧 方知这也是捕风 因为多有智慧 就多有愁烦 增加知识 就增加忧伤 传道书第二章 我心里说 来吧 让我用喜乐 试试你 使你想福 看了 这也是虚空 论嬉笑 我说 这是狂妄 论享乐 这有什么用呢 我心以智慧 引导我 我心里探究 如何用酒 使身体舒畅 如何抓住愚昧 只等我看明世人 在天下短暂一生中 当行何等为美 我大兴土木 为自己建造房屋 栽葡萄园 修造庭院和公园 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树 挖造水池 用于灌溉林中的幼树 我买了仆币 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币 也有许多牛群 羊群 胜过我以前 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 我为自己积蓄经营 收集各君王 各省份的财宝 又为自己得蓝绿歌手 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以及一个又一个的妃嫔 这样我就日渐昌盛 胜过我以前 所有在耶路撒冷的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眼所求的 我没有克制他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不享受 因我的心 要为一切的劳碌快乐 这是我从一切劳碌中 所得的报偿 后来 我回顾我所所经营的一切 和我劳碌所做的功 看了 全是虚空 全是不封 在日光之下 毫无益处 我转而回顾智慧 狂妄和愚昧 再往以后来的人 又如何呢 不过做先前所做的就是呢 于是我看出 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愚昧人却在黑暗里行 但我知道他们都有相同的遭遇 我心里就说 愚昧人所遇见的 我也一样遇见 那么我何必更有智慧呢 我心里说 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不会长久被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遗忘 可叹 智慧人和愚昧人都一样会死亡 于是我恨无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 所发生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 全是虚空 全是不疯 我恨无一切的劳碌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 所劳碌的 因为我所得的 必须留给我以后的人 那人是智慧 是愚昧 谁能知道呢 他竟要掌管 我在日光之下 用智慧劳碌 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 我转想 我在日光之下 所劳碌的一切工作 心就绝望 因为有人 用智慧 知识 灵巧 劳碌工作 所得来的 却要遗留给 未曾劳碌的人 做产业 这也是虚空 大大不幸 人一切的劳碌操心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 所劳碌的 又得着了什么呢 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 成为愁烦 连夜间 心也不得休息 这也是虚空 难道一个人 有吃有喝 且在劳碌中享福 不是福气吗 我看这 也是出于神的手 论到吃用 享福 谁能胜过我呢 神喜爱谁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唯有罪人 神使他劳苦 将他所储藏 所堆积的 归给神所喜爱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不疯 好的 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 然后明天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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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